這樣看起來很智障嗎 有 隨時都很智障 阿我看起來咧 各位喜愛騎車肉 來開車的大部分同盟大長 大家好 我是甘華俊 我是阿 那我們今天會這麼的 慎重的出場 這樣算是很慎重嗎 沒有 並沒有啊 0 我們不要提會打什麼 等一下 我就錄得很爛 我們要不要裝拍 各位喜愛騎車肉 來開車的大部分同盟大長 大家好 我是阿俊 剛好阿俊 我是阿 阿 為什麼每次要講兩次啊 因為我看你都講兩次了 OK 不理他 那今天咧 我今天很榮幸邀請到我們的 阿 阿 以及他的 對 大家都看到標題就是我們今天要來揭秘一下 傳統的 十萬個為什麼 那我們就廢話比較多說 要準備進入 重點 對 沒錯 那我們要準備進入開頭 那這次咧 沒有 所以我們就直接 為什麼要改傳動 為什麼要改傳動 真的有人會這樣問嗎 有啊 有喔 應該這樣說 你為什麼要改傳動 沒有這個車太慢了 對沒錯講個非常好 原廠車的動力沒有辦法滿足你嘛 對 所以才會想要改傳動嘛 為什麼是先從傳動開始改 為什麼不直接改引擎 因為改引擎比較貴啊白癡 哈哈哈哈 沒有啦 不是啦 你看原廠車沒辦法滿足你的動力嘛 所以我們就利用傳動 改變一下轉速 來提前代出機車的最大馬力 你有沒有看過像是 Yamaha官方 或者三樣官方 嗯 他們出場的時候都會說 我這台車最大馬力多少 除了最大馬力多少以外 你們其實會看到就是 它有一個斜線 其實後面是什麼你知道嗎 什麼 Triple W 不是啦 其實後面會寫說 多少多少多少RPM 它的意思就是 在它這台機車 在那個轉速的時候 它的馬力是最大的 懂我意思嗎 所以相關來說 改傳動就是提前代出 這台車最大馬力 讓它維持在這個 數值 大概是這個意思 這樣有了解嗎 了解 那這種你剛剛說 我改傳動 要先改前駐還是後駐 嗯 這樣說好了 有預算 當然是前後駐一起改最好嘛 對吧 還是直接改 對啦 直接改你應該是最棒的 好啦 不要再講那五四三了 如果說你只想要改單一邊好了 以這台車為例 像這台車就只有改一個部分 前駐 沒錯 後駐是原唱的 如果真的你的預算 只想要先改 單前駐後駐的話 一定會建議你 先改前駐 它的整個盤面斜度 它的角度不同 以及豬勾的角度也不同 還有豬子的重量不同 讓整個轉速提前帶到 我剛剛上一題有講到的 就是它的馬力帶 提前讓車子馬力帶提前帶出來 所以說你的整個加速的體感 你身體騎起來的體感 一定會比較明顯 那後駐的部分的話 主要就是 抓盒 讓它不會打滑 動力不會流失 當然 預算到的話 一字一起把它全部上上去 那你的整個加速店 會是最佳的 最好的 OK 我改完傳動會不會很耗油 你看現在油價那麼貴 改完傳動會不會很耗油 這個問題 應該有改傳動的人會覺得說 改真的變很耗油 基本上 如果有調整到位的傳動 是絕對不會比較耗油的 那可能你們改完 也覺得調整到位 力道也很棒 為什麼還是很耗油 你會想改傳動是為什麼 車太慢 對嘛 你改完車會變快嘛 你只要一變快你就想幹嘛 一直吹它嘛 油門一敗 對就一直想油門一敗 當然你可能無意間的想要試拉一下 或者無意間已經習慣油門加大了 但你的油耗就會變得比較兇 沒什麼問題喔 要改 它改完會變成大聲嗎 改完會變成大聲嗎 是怎樣 多大聲 比我排氣管還大聲 不會 你改完傳動 它一定會比較大聲一點 你有吹過 天風扇嗎 有啊 有喔 切搶風的話 它在運轉的轉速也會比較快嘛 那相對來說 你切搶風是不是就會比較大聲 對啊 切落風是不是會比較小聲 一樣意思 所以想說起來 你的車子配到一定轉速 最大馬力氣氧有帶出來的話 那你的聲音音會比較大聲一點 但是絕對不可能 像是什麼跟排氣管一樣的聲量 一樣的音量 絕對不可能 沒有這麼大聲啦 對啊對啊 了解 那我改完傳動 尾數可以拉到多少 可以拉到150嗎 嗯 基本上是不可能啦 可以拉到150 不行 你改完傳動 你大約能提升的尾數 可能僅僅就3到5公里 可能有些運氣比較好 剛好順風 剛好是下坡 他不知道 可能覺得改完傳動可以多到10公里 45公里 甚至20公里都有可能 我老實講 因為你的實際速沒變 進氣量排氣量 整個動力都沒變 壓速比也沒變 你只是改善你的整個轉速 整個馬力帶 最大區間先提前帶出來 所以尾數的話 其實不會到提升太多 但是 你在跑0到400的時候 你用的時間 你就會比別人還要來的短 可是你尾數可能提升一點點 但是你會比它快很多 大概是這個意思 不要去想說改了傳動 尾數可以多10多20多30 如果可以這樣的話 就不用改引擎了 那你不要改喔 不要改 換完傳動我的皮帶 要不要換改裝的 我怕原廠的很容易斷掉 換完傳動的話 基本上是沿用原廠的就可以了 但是你的車可能扭力比較大 或者是你可能車主體重比較重一點 那這個時候可能就是需要換 強化型的皮帶 那由於因為你盤面角度 比較不同 跟原廠不同 那我們現在就拿出我們的傳動 蛤 幹 超智障的 OK 那我們就先以這個 黑武士傳動為例 你的改裝盤 它的盤面的角度 它的傾斜度 一定跟原廠不同 那有機會你原廠的皮帶 原廠的皮帶是低型的 你有機會原廠的皮帶 跟它接觸的面積 有機會縮短 所以啊這樣的話 在皮帶運作過程中 會對皮帶比較傷 就很像有線外巴 它走路鞋跟是不是就會直接摸一邊 你有外包嗎 我沒有 沒事 適當邊 你的皮帶可能收音比較短 但是如果請保養 像我們進入客人 我們會自己跟他說 如果五千公里 要回來做個檢查 幫我動作 請保養請檢查的話 基本上可以改善 不會讓它斷皮帶 要改 要改 那個我去換傳動 師傅都會跟我說 你那個盤面吃夠了 那個師傅 啊我們來殺他親 先拿這一組 那這一組就是客人換下來 使用蠻久的一組傳動 傳動吃夠比較容易會有的地方 就是像是這裡 跟這裡 從基本上我們用手摸就摸得出來 它有下線 那這個地方的話 就是我們帶樹的部分 它帶樹好久 滴水也會穿死 皮帶雖然是橡膠的 但是它 抹久還是會把這種飲料 抹到有一點下線 以及這裡 這裡是帶樹 這裡就是尾樹 喜歡撐著尾樹的人 它後面也會吃夠 通常我們用手摸摸得出來 但是可能客人不了解 像我就會把它貼緊有沒有 然後照光 那裡有光 有啊 這裡有透光出來 了解我的意思嗎 那就代表說 它這個盤面不是平整的 它這個地方有下線 對對對 就跟我們疊盤的意思一樣 疊盤你又不要開始 啪上去 也會有地方有透光 一個地方是密的 對 所以這就是所謂的盤面吃溝 那盤面吃溝 就比較容易造成 像是說 皮帶好不容易撐到尾樹 還要跑回來 它原本的舒適帶 跑回來它原本的奧草 第一就是你尾樹可能會拉不太上去 第二就是對皮帶也會比較上 嗯 因為有些是圓虎的 有些是直角的 所以會一直去磨皮帶的扁扁 也比較容易斷皮帶 所以有濕溝的話 當然是盡早解決 盡早解決 了解 為什麼我騎車出去的時候 起步的時候會 抖抖抖抖抖抖抖 抖 車子會抖嗎 對啊 很抖欸 你可以幫我拿一下那個嗎 這是B8R的 進三六代 OK 我知道 好 那我們以原廠轉動來說好了 會抖動基本上都後組的關係 絕對不會是前組 對 因為它在結合 離合器跟碗公其實是分開轉的 他們會同時轉的話就是離合器碰到碗公 然後碰 碗公跟後輪是一起轉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有沒有 我轉碗公再轉 然後輪胎也在轉 但是離合器沒有在轉 那離合器要怎麼轉 要怎麼轉 要怎麼轉 擠壓 擠壓我們的皮帶 它會邊轉邊擠壓 那它就有一個慣性 然後就會導致我們的開閉盤 就會被這樣帶著轉 然後拉進來 開閉盤就會打開 打開的話 開閉盤再轉 開閉盤跟離合器是一起轉的 對 所以它轉到一定的速度的時候 我們離合器這邊有小彈劃 它就會一定的速度 一定的離心力 小彈劃打開 就會撞擊這個 兩個就會一起轉的 正常來說 動力要最大 動力不流失 離合器轉一圈 你覺得碗公該轉幾圈 一圈 沒錯 這樣給它同時轉 那當你起步會抖的原因就是因為 我冰箱沒有以前那麼好喝 還是因為乳博包關係 快一點 對不起 因為你的離合器提塊 與你的碗公表面 裡面內部接觸的地方 它的 最大靜摩差力 沒辦法抓合住 沒有這麼大的話 它就會導致它滑掉 挖掉的話就會跳 像它的離合器奇怪 它表面 你能摸摸看 它表面面是光滑的 摸起來就是很像阿嬤家 那個花崗岩大理石地版 這個裡面也都是 像是這樣光滑面 那個冰箱的話 它就會例えば摩擦 溫度過高 變成藍太色的 就是所謂的燒掉 那要改善它的話 就是把一個後組 離合器跟碗公 把它更換掉 那它的接合 就會非常得完全 這個轉移圈 這個也轉移圈 沒錯 大概是這個意思 那有些可能搞完傳動也會覺得有點抖動 原因是因為像某些牌子 它的離合器的皮彈起來比較硬 然後加上離合器的腳比較尖 所以與它接觸的第1下會直接頓 頓挫 因為它的抓合力太強了 所以會有頓挫感 所以你才會覺得喔 抖一下才出去 對 大概是這樣子 這樣有了解齁 了解 了解 我常常看到有那種多片式離合器 它跟傳統式有差在哪裡 我們先講傳統式 因為傳統式比較多嘛 傳統式的話 它主要就是依靠這個轉速道的時候 小團王會把離合器往外甩出 然後依靠離合器提塊 與碗工內部的摩擦去做抓合 所以當你轉速其實到一個很模糊的地帶 就是它要開不開 離合器沒有撞到最底的一個位置的時候 就是所謂的半離合器 對 就是你起步的時候會比較順暢 喔 這樣出去 對 所以你傳統式離合器 它的優點就是有半離合的感覺 不會說你油門一捕 到轉速轉彈車就是砰 有人幫你推出去的感覺 沒錯 那再來說因為它的構造簡單 保養也較容易 像是我們所謂的多片式離合器的話 性質就不太一樣 傳統式離合器的缺點就是 像是如果動力真的太大的朋友們 它車可能改到6367等等 它可能到起步啊 或者到尾處部分 可能就會有打滑的狀況發生 因為當它的提塊 跟這個內部已經抓不住了 它的摩擦力已經小過於它的動力的話 它就會打滑 多片式離合器的優點就是說 它就是不會打滑 因為它就是像這樣子扣住 就是扣住 我一吹我們就是扣住 所以它就沒有所謂半離合 其實會感受到一種腿力 其實不習慣的人會覺得蠻不舒服的 那再來就是 那多片式離合器比較容易有問題的就是 你不能一直再失去走走停 你走走停 它溫度會過高 因為一直撞 又放 撞又放 撞又放 那就比較容易燒掉離合器 大概是這個意思 不要打 喔 很髒耶 你怕髒嗎 還好 那你怕疼嗎 還好 那我疼你啊 那我改完傳動 不保養的話會怎樣嗎 像我自己的客人 或是禁宿的客人 等等 我就跟他說 其實改完傳動的話 我會建議你就是 還是要回來 5000公里定時回來做保養 因為 像是剛剛前面都有講到的 如果不知道可以往前點 像是因為盤面角度不同啊 可能會造成皮帶比較容易萎縮 就是它吃的面積比較沒有那麼大 然後以及你的珠溝的不同 那它的珠子可能磨損也會比較快一些 然後以及它的後煮 它的提塊 跟這個碗工內部 它的摩擦 可能會有一些粉塵 屑屑 那比較容易就是會造成粉塵太多 第一 粉塵一附著在上面 整個傳動師溫度一定會過高 當然就是如果粉塵附著在 這些需要 需要去機動的滑溅的話 它比較容易造成它的加速磨損 基本上都會建議客人 5000公里就是回來 做個檢查 保養以及清潔的動作 避免粉塵過多 造成我剛剛上述說的這些問題 那你就了解喔 了解 所以今天講了那麼多 不管是傳動的姿勢 傳動的概念 傳動機構的運作觀念 或者是保養的姿勢 大家相信也對傳動也有 滿深的了解 對那如果 還有其他傳動問題的話 也歡迎在下方幫我做個 留言 留言的動作 提出的問題我也會做個回復這樣子 沒錯 那如果你想要給我配傳動的話 也歡迎去 蝦皮搜尋 機車傳動專賣店 89-化君客製化傳動搭配 目前已經賣了八十多組了 沒錯 目前的回饋都是這一支的啦 所以有需要朋友們 如果台中的朋友們可以直接來店 找我幫你做個傳動搭配的動作 講到這邊一樣 改車找我 全都找我 港華君 我是啊啊 晚上是 啊啊啊啊 我們 你少一個 啊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都覺得他有必稱嗎 好 我是一個 蘇菊買啦 我覺得他真的會拿中 沒有啊 有嗎 啊我有嗎 沒有啊 哈哈 Let's go